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在家唱歌《酒窝抢镜》,穿白色卫衣不像27岁,话筒比脸还大。 前几天被杨子包裹岩市开工的消息刷屏了,为了新剧能够尽快和观众见面,杨子也是非常敬意了。 大家还以为小猴子进组了就很少能见到他更新动态,没想到13号下午工作室接连给粉丝惊喜,又是美照又是宅家演唱会,新鲜的小猴子十分吸引人。 照片里的杨子对着镜头伸手比V,侧颜甜美,明星饭越来越足了。 看静态是杨文静,到了动态的视频里面,杨子又回到了咱们熟悉的风格,俏皮又幽默。 虽然画面里只有他一个人,但杨子依然把这个房间当演唱会现场,对着镜头问你们想听什么歌。 杨子参加过不少大型晚会演出,唱歌在演员里算是不错的,而且之前拍电视剧也展露过歌喉,收获好评一片。 但是到了现实生活中,杨子又忍不住开始搞怪,后期直接把他的歌声用遍声器处理了, 画面里还能看到杨子是骑在小凳子上面的,太调皮了。 杨子家里的物件和他本人一样有趣,柠檬色小凳子看起来特别像儿童座椅,杨子在上面倒也不违和。 录制当天杨子穿了一件白色卫衣,搭配白色棒球帽和牛仔裤,一点都不像27岁,特别青春可爱。 而且看杨子的发型,应该是没洗头吧,用帽子遮住了。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剧组拍戏,杨子的表情都很丰富,这也是他演技生动的主要原因吧。 当杨子唱歌的时候,酒窝又抢尽了,原本的鹅蛋脸加上酒窝更多了几分魅力。 不过杨子的话筒怎么看都像是什么儿童玩具,感觉比他的脸还大,细节很喜感。 虽然这是之前拍好的存货,但是工作室时不时就分享一些杨子的动态,对于粉丝们来说也足够了。 在很多观众心里,杨子一直是那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,年龄几乎都被忽略了。 希望杨子能一直这样有活力吧,做自己的开心果,期待新剧快点出炉啊。 同样都是杨子同班同学,李献章一山大红大紫,帅气的他却火不起来。 娱乐圈是很多人心中的象牙塔,但是这座塔有时候又看似高不可攀。 但是对于有心人来说,无论娱乐圈的门槛有多高,他都要想办法踏一脚进去。 而那些已经进入娱乐圈的明星们,有人过得潇洒,也有人过得苦闷。 但无论如何,进入了这个圈子,都是无比让人羡慕的。 娱乐圈中其实也有很多关系户,比如杨子和李献,两人就是同班同学, 除此之外,和杨子在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当中出演姐弟的张艺山也是杨子的同班同学。 娱乐圈就这么大,但是每个人的关系可谓是无比密切。 但是你们知道吗,同样都是杨子的同班同学,李献章一山大红大子,班里最帅气的他却火不起来。 他的名字叫贺鹏,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会一头雾水, 但是在2019年的夏天,贺鹏出演的陈情令可谓是燃爆了整个夏季。 贺鹏在陈情令当中出演温潮,虽然是一个反派角色, 但是却被观众们又爱又恨,也有不少剧粉给他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外号,那就是主任。 其实能把反派角色演得这么可爱,贺鹏也算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了。 剧中对温主任恨得有多咬牙切齿,戏外对贺鹏就有多喜欢。 因为剧中的温潮算是大管家般的存在,样样都要管一管。 虽然剧中人设不讨喜,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贺鹏是非常可爱的。 贺鹏剧中的扮相和现实生活当中的生活照也是有很大的差距, 有不少网友说,剧中的造型看着比较成熟,也有可能是他不适合古装的原因, 又或者是造型师下手过猛,导致他看起来年龄大了一轮。 但是现实当中的他就非常的像一个小男孩,照片也很像一个鲜肉明星。 而且作为杨子的同班同学,当时的贺鹏也算是引起了热议。 对于曾在《陈情令》中出演温潮的贺鹏,你们是如何看待他的娱乐圈之路? 掐点送生日祝福,还模仿杨子的方式。 童言夫妇好客,理线杨子该夸。 11月6日,也就是今天,是杨子的生日。 先祝姊妹生日快乐,新的一年蒸蒸日上。 按照他如今一线顶流花旦的咖位,以及一项很好的圈内人员, 已经可以提前预见,肯定会有很多圈内人士发文祝他生日快乐了。 而有一个人的祝福,观众几乎可以肯定,他一定会发,同时期待着另一份小惊喜。 对,就是杨子在报款剧《亲爱的热爱的礼》的搭档男主李献。 他也不负期待,不仅发文送了祝福,而且是掐点送的,11月6日11点6分。 把两个人的祝福放在一起看,美好友谊更加动人呃。 不得不说,童颜夫妇真的太好客了,大概是如今电视剧市场下,最好客的一对偶像剧男女主了。 当时《亲爱的热爱的大伙》,成为年度报款剧,让杨子实现女主剧两连报,让李献一举晋升当红顶流。 而对于偶像剧来说,爆红的基础,就是男女主的CP感。 戏里甜蜜爆棚的童颜夫妇,应该也是取决于戏外关系确实不错的杨子和李献。 童颜夫妇好客,李献杨子则该夸。 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偶像剧之外,毫不避嫌,大大方方的友情。 从《亲爱的热爱的热播》结束,直到现在,杨子和李献,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互动。 并不会因为什么CP粉或者尾粉,而做出刻意结榜,冷漠疏远的样子。 这给当下那些,剧刚走红,人还没红呢,就开始着急结榜的偶像,当了一个好榜样。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美好,延续了亲爱的热爱的的美好印象,让童颜夫妇永远在观众心里,是美好甜蜜的一对。 这样的美好,和职业素养,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们的未来。 庆幸的是,目前看来,都是一片光明。 杨子如今是电视剧圈炙手可热的一线花旦,演技口碑好,扛得起大剧,新进收视女王,这些优势,让她的影视资源更加高级,也有了更大的上升空间。 李献,刚走红,就迅速地受到了电影圈的青睐,这足以说明,李献的颜值和演技,不仅受市场认可,同时被业内认可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